是你 我们见过 我在外边等你 你出来一下 他知道不知道 司明知道不知道 我要不要出去 他会不会带人来回我的容啊 他会不会叫人当街 把关我的衣服啊 我要不要给宋打个电话 还早六十人无助 喂 姐 你能不能来一趟我办公室啊 我这出了点事 我有点怕 出什么事啊 宋的老婆来了 你等着 我马上就到 打车去 那 那女的 那里边还是走了 你别哭 你跟我说到底怎么了 说话呀 打你没有 是不是打你了 你说话 你去急我啊 说话 给我 我去决定开展江州市第十二届 优秀侃测试剂和优秀规划试剂评写不动 具体事宜 我现在给大家宣布一下 喂 海藻 什么事啊 你好 我不是海藻 我是郭海萍 海藻现在跟我在一块 她情绪特别不稳定 因为你二人找过她了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 没有见面的必要 说你 我知道 你先劝你了 另外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空 如果你方便的话 我想跟你谈一谈 改天吧 我正在开会 好 那你给我打电话 晚上我要见你 来公司等我 要见你 你干吗 看你干吗 看你干吗 憋了今天呀 十万点 我等你 你为什么要那样说我 为什么 这不是孩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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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宝让我用我医生来保护你 你别说的 在哪里 字典上也没有解释 下次接见Mark 怎么跟他说呀 哎呦喂 我的老婆啊 就这么俩字 至于花这么长时间吗 不是至于花这么长时间吗 我今天不弄清楚 万一过两天 小郑雄问我 不还是一样吗 我发现 用穿的东西比较重要 你像不穿衣服不能出门 不穿裤子不能出门 古人爸爸人家讲究礼仪 不穿袜子也不能出门 但是像帽子 什么手表 项链 首饰这些 不是必须的就可以用戴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说 穿呢就是一些生活必须的 而戴呢就是一种 锦上添花可有可无 好好好 继续 继续 老外学中文特讲究 特别好钻牛角尖 好多我觉得 不是问题的问题 到他们那儿特当回事 我简直是没法回答 这就是语境 你知道英文的 衣服穿反了怎么说吗 这我哪儿知道啊 这是一八级考试啊 听好了 听好了 Inside Out Out 意思就是说里边的翻出来了 简单吧 可以啊 老婆 连礼语都会说了 我老婆那现在是相当的厉害啊 要照这个速度 很快我就可以进国际大公司 当秘书去了 我猜 来来来 国际大公司的秘书 赶快睡觉吧 现在每天十小时 你都在研究英语 其他时间 又陪女儿 我呀 都开成被遗忘的角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